本土病例不斷增加 筛减量大增 作业大塞车 指挥中心公布400例 校正回归个案 数字乍看吓人 却也发现原本没经过校正的 确诊数是缓步上升 校正后反而逐渐下降 阳性率也从15号的高峰期 6.3% 下降到近期的2%左右 是否代表本土疫情开始趋缓 阳性率只是一个参考 因为一开始的那个筛减的阳性率 可能就很多是那种 有症状或者是自己 觉得有接触时的人会去做 那到了后期的话 可能就是有些没有症状 担心也去做那个筛减 所以筛减率的下降 其实还要再观察 数值只是参考 不能就此掉以轻心 况且感染源不明个案数 也从17号开始一天天增加 到22号更首次突破百例 疫情状况依旧不明朗 社区感染一定会出现 很多没有不明传染源的 一个本土个案发生 那这当然是它有一个危机存在 所以我们所谓的第三级反应 就是希望能够减少 人跟人之间的接触 随时保持警觉 下周病例数增获检更是关键 政策滚动至调整 更需要全民配合 全力围堵疫情 大家新闻 中子远李明华台北报导 仔细之谈 继续 看着